大家好,大家和大家说一下 胶水不小心呢,粘住手了 我们该怎么样把它去除 怎么样把它解开 很多人手印胶水的时候呢 不小心胶水就会粘住手 这时候呢,我们不要硬这样去拉 如果硬拉,我们的手就会受伤 我们学会用这个方法轻松解开 而且还不伤皮肤 不管是502的胶水 还是这种三秒的胶水 那粘住之后呢,就特别的烦恼 我们粘住了硬直拉手手上 如果我们不把它解开,就特别的难受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现场实验一下 胶水粘住手之后,我们如何把它解开 直秒钟就能解开,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每个家人呢,都有这种酒精 那我们呢,倒点酒精 好了,大家看 酒精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用这个胶水来粘一下手 大家看 粘一下这两个手指 好了 现在手指啊,牢牢的被粘住了 大家 粘得特别的牢固 十秒钟就粘住了 我们硬出了,这个手指肯定会受伤 我们现在放到准备的这个酒精里面 用酒精浸泡之下 完全放入到酒精里面 对 放入之后,我们活动 对 感觉呢 效果不是太明显 我们需要浸泡 止风度 倒在开 慢慢开了 慢慢开了 慢慢这个部位已经开了 我们再来浸泡 我们再来开一下 对 打开了 但是这个上面呢 全都是胶 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都是胶 把这个胶怎么去除 只需再继续浸泡 那这样啊 这个胶就能去除胶 而且呢 我们的手也解开了 放好非常的简单吧 如果浇水粘住手了 我们可以尝试用酒精浸泡一下 这样就解开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个视频啊 再见 我对大家注意 先 把 好